为了配合防疫的规范 吉安乡公所今年的慈云山普渡法会 同样是由乡长游淑珍率领乡公所团队 乡民代表以及十八村的村长们 共同的前程祈福祭祀 并且透过全程网路直播 让无法到场的乡亲 透过献上摇祭 来传递感恩孝亲的心意 慈云山怀恩园区那谷堂前 乡公所准备了鲜花素果丰盛祭品 严请法师诵经回向过程庄严肃目 乡长游淑珍表示 配合防疫乡公所启动了 为期一个月的分流祭祀服务 同时也借由隆重代表性的普渡祭儀 取代以往盛大办理的千人法会 感恩沉浸不减 更确保乡亲的健康平安 慈云山慎中追缘 为我们来缅怀祖先 献上满满感恩之意 其安乡公所为了防疫 来作为分流 我们用隆重的祭儀 由乡公所代表会村长 来协力当刚我们的祭祀的主机关 来作为一个缅怀的 这样的一个隆重典礼 但分流也没有扩大的来通知乡亲 但是感恩之意永远存在 也透过了我们网络的平台直播让我们的乡亲一起共起我们追思的这样的一个缅怀 我们善尽整个慈云山的殡葬业务圆满人生大事的建设 无论是在我们的纳谷塔 或者是在我们的画场 以及我们最为风景秀丽的直上区 跟我们整个整体的环境 也都在这几年完成优化的工作 所以我们希望 吉安乡公所散尽所有职责 一起做好生命礼仪的人生大事的圆满 吉安乡公所111年慈云山中原普渡分流济世到8月26号提供无休服务 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中午假日不休息 提供乡亲自己选时间前来随时祭拜 另外响应环保局指前集中焚烧政策 现场还被有指前的集中处 协助家属统一载运焚烧 介络会吉安乡报导